诶 怎么啦 怎么啦 你们怎么啦 我就是挂了年了 我准备出去打工挣钱还他的钱 但是他不让我走 他不让你走 走什么 他我钱他都没还完 为什么要走啊 你等一下先别激动先别激动 他走了我的钱去找谁啊 找谁啊 他不是出去挣钱还给你吗 他出去我还去哪里找他呀 我怎么找得到他 那他家在哪吗 家在那里 他又不在那里 他要么嫁给我 要么就把我钱还给我 我不是挣钱我怎么还给你啊 那你出去了我怎么去找你啊 真的是 你拿来走 你你拿他行李箱干什么呀 他出去了我的钱去找谁要啊 他要么嫁给我 要么把我的菜的钱帮给我 我的个妈呀 什么情况呀 就是过完年了嘛 我就被出去打工挣钱 然后还他的钱嘛 那是他不让我走 他不让你走 对 那行李箱也被他拉走了 那没事没事走 我刚好要去小莫家里 要不你跟我去小莫家里玩一下呗 先别理他 走吧 走 轩轩 那个就是小莫 我们过去看一下 什么情况 小莫 二星哥 你怎么来了 你这干嘛呀 这么好的钱吗 他怎么扔地上 卖山货 那他干嘛扔掉啊 在这里是卖山货 然后他本来是要买的 然后看见我是孕妇 又不买了 我看见你是孕妇 他就不买了 什么人啊 什么人啊 就是啊 什么人啊 哇 你是不是快要生了呀 对 没过几天就生了嘛 没钱 所以我就来街上 卖点山货 哦 就是要生小孩 生小孩没钱是吧 都有些什么呀 都有些什么呀 有些山货 这个辣肉也是卖的嘛 哇 这个辣肉很好呀 还有天麻是吧 嗯 哇 那男的 什么人啊 真的是 萱萱 这个就是小莫了 你看你天天说要认识小莫 这个就是小莫了 这个是谁啊 他叫萱萱 是我刚认识的 就是我带他到你家里去玩一下 去看一下你 你看这路上就碰到你了 可以 那我们回家吧 走 好 走 哇 小莫你这里好多辣肉呀 对呀 过年了嘛 过年杀了是吧 对 你小莫这个 你以前这个家不是这个家 这个是 这个是我妈妈家 哦 你妈妈家 对 我婆婆也没有回来 我老公也没有回来 我就来我妈妈这个 哦 你老公还没回来啊 对 哇 你看挺这个大肚子 那你没联系 还是没联系上你老公吗 没有 我的个妈呀 那你现在要生了是吧 要生了难了就 你就 就 让你妈妈照顾你是吧 对 还有多久生呀 还有几天就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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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看这两个小姑娘 一个 遇到了那么不好的爸爸 你看萱萱 嗯 是不是 对呀 一个遇到这么不好的老公 哎呀 真的是 哎小木 你怎么今天又去卖三货来 那个三货上次不是在网上给你卖完了吗 对呀 但是 现在我老公欠着债务 是 欠着债务 嗯 然后 那些要债的 有的时候会来吗 就是孩子会来要钱是吧 对 我就 就在邻居家收了点钱 然后 然后 来去介绍买 我现在 过几天也要什么 嗯 就去买一点 就是生小孩要钱是吧 对 哦 然后你就拿三货去换点钱 哎呀 真的是 那刚刚那个男的为什么把你的电话给人了呀 他就之前没看见我生孕妇 然后后面他看见我肚子了 然后 说我买孕妇的行李 哦 这什么人都有啊 就是呀 他的意思就是说 哦他刚开始没看到你是孕妇是吧 后来看到孕妇 然后他就说买孕妇的东西不吉利 然后就把你那个添麻给扔了是吧 他不买就不买吧 你还扔真的是什么人都有 对呀 什么人都有 哎呀 那那小莫那家里还有没有三货呀 有 还有是吧 那这样以后你就不要去卖了 你看你马上要生了挺个大肚子 真的是嗯太不容易了 你这样我我就是你那个三货拿给我们 然后我我带着萱萱在网上给你们卖 我不想再拿回去 没事 这没关系 还有就是这些腊肉也是要卖是吧 对 哦 没事那你就看一下有些什么东西 那些甜麻鸭腊肉什么的你都给我们 然后我就带着萱萱在网上帮你卖 帮你卖 对 要不然你这样挺这个大肚子老是出去 你看 是不是 挺不容易的 好吧 谢谢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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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